一说起瓦格纳的音乐 很多人会望而却步 关于瓦格纳有不少研究论著 瓦格纳的政治神学 尼采反对瓦格纳 还有肖伯纳写了一本叫做《瓦格纳预言》 来分析他的政治观和音乐美学 所以说到瓦格纳都是一套一套的宗教和哲学思想 这些研究反而让瓦格纳的音乐疏远了我们 在这里我建议大家在听瓦格纳之前 先不要去理会这些理论研究 我们先来听音乐本身 那么我们今天第一次听瓦格纳的作品 选择听哪一首比较好呢 我想可以给大家听他最早成功的歌剧《黎恩记》 因为这部歌剧比较靠近传统 听完《黎恩记》之后 建议大家听那些他逐渐告别传统歌剧 走向个人化的乐剧的作品 像罗恩格林 像汤好色 如此呢 方便大家一步一步的进入瓦格纳的世界 今天我选的是另一部歌剧 叫做《飘破的荷兰人》 因为我个人非常的喜欢这部歌剧 所以呢 就先给大家听这一部我最喜欢的 它也是瓦格纳早期的作品 《黎恩记》成功之后 这部歌剧体现了瓦格纳的音乐理想 在他成功之后 立刻离开了之前的传统歌剧 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位艺术家 在这样短时间内 做出如此显著的转变 《飘泊的荷兰人》已经接近他后来的乐剧了 我选的这部歌剧主要是对他的故事感兴趣 这个故事取材自《海涅的沙龙》里面的一篇 叫做《斯纳·贝莱沃普斯先生的回忆录》 还有一小部分呢 是来自豪夫的幽灵船的故事 在欧洲人们大都听说过幽灵船的故事 这是在欧洲殖民主义扩张时期 开始流传的古老的一个传说 这部歌剧呢 一共有三幕 他讲的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有一位荷兰的船长 他曾经发誓说 一定要绕过某个危险的海角 即使在海上航行到世界末日 也在所不惜 魔鬼听到这个誓言 便诅咒他 罚他在海洋上漂泊一身 每七年才有一次机会上岸 但是如果他得到了一位女子 真诚的爱情 便能够解脱魔咒 有一位挪威的船长 叫达兰德 他偶然呢 在一次风浪里面 认识了这位荷兰船长 达兰德看到这位荷兰船长 非常的有钱 船上满载着金银财宝 他便答应了荷兰船长的要求 说可以把自己的女儿森塔 许配给他 森塔见到了荷兰船长 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 于是呢 就定下了婚约 但是呢 有一位暗恋着森塔的年轻人 他是一个猎人 叫艾瑞卡 他警告森塔说 他们的爱情没有好下场 劝他回心转意 森塔当然拒绝了艾瑞卡的请求 但是他们俩在述说和争执的时候呢 刚好被荷兰船长听到了 荷兰船长以为他背叛了他们的诺言 心灰意冷 准备再次到海上航行 森塔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贞不二的爱情 他就在海上选了一块高耸的礁石 从上面纵身跳下大海 于是呢 他就和荷兰船长的幽灵船 一起沉没到海里面 后来呢 在海上的暴风雨之后 海面上升起了一道灿烂的曙光 人们看到荷兰船长和森塔的幽灵 升天而去 那我们来看一看每一幕 每一幕里面都有一些经典的优秀的唱段 我们先来看第一幕 是发生在挪威峡湾的海岸边上 挪威船呢 为了躲避海上的暴风雨 暂时呢 来到了挪威南部的一个海港中避难 挪威的船长达兰德呢 指挥水手们先下船舱去休息 等暴风雨过后继续起航 于是呢 他自己就打起了瞌睡 那他睡着之后呢 就梦见了一艘幽灵船 这艘幽灵船升起血红色的大帆 船槐是漆黑色的 看起来呢 气氛诡异 这个幽灵船上呢 走下一位面容苍白憔悴的男子 他就是被魔鬼诅咒的荷兰船长 船长呢 向他哀叹自己的命运 说他尝试自杀 但是呢 求生不得 求死也不能 他希望自己能够早日找到一位真心爱他的女子 但是这么多年来却没有一个女人是真心爱他的 于是呢 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只祈求自己能够顺利地死去 一了百了 后来这位挪威船长梦醒之后 回到甲板上视察状况 发现自己的船旁边确实停了一只幽灵船 船上呢 也有一位面容憔悴的男子 这位男子告诉他 他来自遥远的地方 想上岸寻找一位真心爱他的女子 他问这个挪威船长 是否愿意邀请他到家中来休息一番 如果愿意的话 他可以给他很多金银财宝 而后呢 他又提出了第二个请求 问他家里有没有女儿 如果有女儿的话 是否可以引荐一下 也许能够促成一段姻缘 挪威船长德兰德呢 看到他满馋的金银财宝 又可以找到一位女婿 就很高兴 然后就带他回家了 第二幕呢 是在挪威船长达兰德的家中 女孩们呢 都聚集在船长的家里面 一起访沙 唱着访沙歌 这里这首访沙歌呢 是瓦格纳这部歌剧里面 最著名的合唱之一 女孩们一边访沙 一边等待着他们的爱人 也就是水手们的归航 森塔呢 总是望着墙上的 荷兰船长的画像出神 他爱着这个荷兰船长 所以呢 别的女孩都觉得好奇怪 开玩笑地嘲笑他 然后大家就说起了 这个荷兰船长的传说 说他是一位被上天诅咒的船长 必须要在海上长年的漂泊 每七年才有一次上岸的机会 如果他遇到真心爱他的女子 诅咒才会消失 森塔就向纵人宣布 他说他非常地爱这位荷兰船长 如果能够见到他 他愿意做这一位真心爱他的女人 这个时候呢 猎人艾瑞卡也就是暗恋森塔的男孩 他进来通报说挪威船长返回的消息 所以女孩们都忙着回家去迎接他们的水手 只留下森塔和埃瑞卡两人 埃瑞卡说他自己做了一个梦 梦见有一天会来一艘异国的大船 船上呢有两位男子 一位呢是森塔的父亲 达兰德 另一位呢就是身穿黑衣的 面容忧愁而苍白的一位外国人 和墙上的荷兰船长的画像一模一样 森塔热情地上前拥抱了这一位船长 然后两人出海离去了 森塔听说埃瑞卡做这样的梦 就感到非常的欣喜 表示呢他自己的预感没错 但是埃瑞卡却非常的惶恐 他又伤心又愤怒地离开了 这个时候呢森塔的父亲达兰德 真的带着荷兰船长回家来 森塔无意中回头看了他一眼 吓了一跳 两人呢彼此的目光一焦急 就停留在对方身上 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两人在彼此的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这个命中注定的爱情逃也逃不掉 这个荷兰船长认定森塔就是拯救他的天使 而森塔也热情地告诉他 他将献出他永恒的忠诚的爱情 来解除魔鬼的诅咒 接下来呢是第三幕是发生在码头的岸边 挪威的水手归来之后呢就和女孩们在码头举行庆功 酒宴唱起了水手的合唱 他们也邀请旁边那艘荷兰的大船的水手们加入他们一起歌唱 但是呢他们向荷兰船呼唤歌唱就没有任何回应 所以人们就怀疑这是不是传说中的幽灵船 突然间呢海上风浪大作 荷兰船上传来了鬼魅般的歌声 把那个水手们快乐的饮酒歌都压倒了 随后呢森塔和暗恋他的猎人艾瑞卡上场了 艾瑞卡哀叹被森塔抛弃 他非常悲伤 他请求女孩回心转意 不要忘记他们年少的时候许下的诺言 在他们言谈的时候碰巧荷兰船长经过 他以为森塔背叛了爱他的诺言 心灰意冷准备再次起航 继续海上漂泊的生涯 森塔为了证明自己对他的忠贞的爱情 挣脱开父亲和艾瑞卡 攀上岸边一块最高的悬崖上纵身跳下了大海 和荷兰船长的幽灵船一起沉没入大海中 这个时候海上挂起了暴风雨 一阵汹涌的波涛之后 海面上升起了荷兰船长和森塔 相拥一起的身影 然后天上出现了一道非常灿烂的曙光 人们看到两人的灵魂升天而去 在这里呢我们已经发现了 瓦格纳后来毕生执迷的一个救赎的主题 他相信爱情将带来拯救 就像瓦格纳自己在穷困潦倒的时候 都是那些爱他的女人们一次一次的拯救了他 瓦格纳歌颂女性 他认为女性是黑暗中的光明 是引路人和拯救者 他们为了爱情宁愿牺牲幸福 当然爱情也是他的主题 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两种爱情 森塔面前的两种爱情 一种是精神性的 他对荷兰船长的命运般的爱情 一种呢是世俗的情爱 如果他放弃自己的诺言 就可以跟猎人艾瑞卡过上幸福的生活 当然瓦格纳选择的爱情 无论是这里他的女主角森塔 还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他们都选择了真正的爱情 在这部歌剧里面 最令我难忘的是描绘大海的音乐 他描绘了一幅黑夜 大海和暴风雨的画面 大海上回荡着狂暴而神秘的身影 瓦格纳的旋律是如此令人不安 它是自由的 漂泊的 绝望的 绝不妥协的 又是渴望暴风雨的 各种欲望 几乎同时在音乐中展示了出来 直到最后旧熟的音乐 那种明亮纯洁的歌声 从漆黑的大海上升起来 在那种纯洁和温柔中 我们仿佛真的听见了永恒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部歌剧的最后的中曲 也就是第三幕第五场 森塔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贞爱情 纵身跳下大海 接下来呢是海上的一阵狂风暴雨 也就是海上的一阵狂风暴雨 一阵狂风暴雨 第二阵狂风暴雨